海南市議員古木哈舅今日會同議員蔡玉之及議員李文正 共同召開記者會 呼籲政府及立法院因正式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一定要納入立法程序 一再的強調 一定要把原住民的時官納進來 那重點就是說也需要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需要立法保障通過 5月23號呢 行政院與民進黨立委召開了 行政立法溝通協調匯報的結論呢 是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將不納入行政院底下的促轉會 或促轉條例 是要放在總統府的徵調會 針對這樣的一個決議呢 我們感到非常的生氣 蔡英文總統重視這個轉型正義 願意將原住民拉高到總統府的層級 在徵調會之下 來討論 但是同時間我們也要求 必須在行政院之下 也有立法通過的 這個促轉條例跟委員會的設置 議員蔡玉芝表示 原住民族面對過去政治歷史土地不正義 都需要被正視與討論 並加以解決 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 這個台灣 經歷了很多的苦難 我們需要轉型正義 大家也都會說 過去發生了很多不公不義 我們需要轉型正義 只要一提到這個轉型正義 只會想到說二二八事件 只有想到在白色恐怖的那一段不幸 好像只有1945年的這個事件才算正義 沒有想到說我們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我們所有原住民 不管是在二二八 不管是在日本統治時代 不管是在清朝統治時代 在鄭成功時代 我們千百年的歷史上 原住民族都是遭受到不少的不公不義 二二八事件好像跟原住民都沒有關係 其實也很多這方面的歷史記載 所以我們都好像忽視這個二二八事件 對我們原住民的關心 另外李文正議員也提到 我們對歷史的資料來看 臺灣並不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我們臺灣是一個原住民的社會 南德國的族群的社會 原住民的傳統的生活領域 當然我們就要立法的保障 我們要把這些土地 行為原住民 原住民傳統的生活領域 我們都需要返給我們原住民 讓原住民能夠來管理 恢復他們的文化 恢復他們的傳統的領域 我想這都是需要透過這個立法 這樣才能夠達到一個效果 一個保障 原住民加油 台灣加油 原住民加油 台灣加油 加油 記者王慧怡台南採訪報導